中共官宣出新招 观察人士呼吁能逃快逃 上海党媒不信党 中共军事专家喊出武装反抗 迪士尼CEO表示 没中国也能成功 台湾民间称612基金案被捕人士 呼吁政府政治庇护 俄军偷乌克兰粮草 埃及黎巴嫩不收 观众朋友好 欢迎收看希望之声机会两岸要闻 今天是5月13号星期五 我们来关注今天的消息 中共移民管理局5月12号晚间发消息宣布 中共公安部副部长兼移民管理局局长许甘露 日前主持召开党组会议 下令要从严限制中国公民非必要出境活动 严格出入境证件审批签发 这被认为官宣证实了中共要彻底关闭国门的猜测 移民局这个通知很快衍生出一个微博话题 叫做从严限制中国公民非必要出境活动 话题下面清一色中共各级官媒的相关报道 从这种宣传力度中可以感受到当局对这一政策的重视 未来这种对出境的限制势必不会只停留在文件上 对于封城刺激下正在酝酿的出国潮 这个政策形同当头一棒 这也变相证实了最近一段时间广传的 中国各大海关检烂护照劝返出国人员的消息 特别是11号网络间的一则传言曾引发有关可信度的激烈争论 这则传言说上海浦东机场的安检巡逻队 接到上面指示要求加大出国安检审查力度 发现有仇国仇党情绪的 有恶意出境动机的可疑人员当场销毁其别国永居卡 时评人公资审认为中共借由疫情闭关锁国 其实另有阴谋 是要隔绝人民与外界的接触与往来 把中国打造成一个大监狱 接下来会把新疆模式延伸至全中国 他在直播节目中说 从浦东机场这个通知来看 当局是把想离开中国的人当成贼一样去审 要防止你越狱 而且上级给下面的命令很虚 什么叫恶意可疑 完全由当班这个人来决定 他说你可疑就是可疑 这样一来底下人会宁可错杀一千 不会放过一个 现在已经是出逃窗口期的末尾 公资审说 在西方对中共进行围堵制裁 这样一个新冷战的大背景下 中国会和西方慢慢脱钩 当闭关锁国出现时 中共这个体制要保持它的绝对统治 就肯定要折腾人民 要人民互斗 会搞上山下乡 阶级斗争 打土豪分田地 公资审呼吁 能逃赶快逃 中国政法大学国际法学硕士赖建平12号 接受大纪元采访时 分析中共这样做有三大目的 一是把中国人全部牢牢的捆在他这个战车上 不让逃离 二是减少中国人与西方的接触 以便更好的洗脑进行管控 三是中国经济萧条 中共要留住其有限的外汇 至于中共这样做的后果 有网民大胆想象说 这才是真正的加速 能润的人都是有一定能力和资源的人 你把这些人认得大门关了 这不等于是逼这些强人造反吗 目前看 中共移民局这项规定 确实在国内网络间引发反抗声音 不过相当微弱 例如有人讽刺说 非必要真是一个非常玄妙的词语 也有人提出 非必要就相当于一个口袋罪 想要什么进去 就说什么是非必要 就和之前倡议不要团供非必要用品一样 你如果定义非必要用品 只要活着 其他非必要的权利一个个被限制 最后就和奴隶没有两样了 也有网友郁闷的写道 非必要不出国 非必要不出省 非必要不出市 非必要不出门 非必要不出生 非必要不出生 上海最新的防疫手段 入户消杀 击穿百姓的底线 也疑似迅速成为中共内斗的新工具 人民日报社上海分社副社长李鸿冰 日前在接受上海官媒 上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频道采访时说 民居是个私密的地方 他注意到上海市民的关切 也理解上海人有抗拒的情绪 李鸿冰说 入户消杀除了需要法律依据外 还需要关注其科学依据 他引述国家卫健委一级巡视员贺清华 较早时的发言指出 常温下病毒短时间内会降解 失去感染活性 物体表面污染 造成人体感染的风险比较小 在中共官方把上海防疫路线 视为政治路线的背景下 一个党媒高层敢于发出这样的批评 这不是单纯讨论防疫政策 阿波罗评论员王篤然就分析说 这很明显是中共内斗的表现 王篤然认为上海党媒不信党了 敢批评上海当局的政策 这种报道在正常情况下 是不可能发表出来的 除了李鸿冰之外 上海国防战略研究所副所长赵楚的一段发言 也值得玩味 赵楚在朋友圈发文说 入户消杀就是胡来 等同于俄罗斯入侵乌克兰 他甚至说 自己得出一个结论 必须对入户消杀武装反抗 无论付出什么代价 作为中共体制内的军事专家 赵楚自然深谙中共枪杆子里出政权的道理 他敢于公开说出武装反抗这四个字 背后应该有相当的靠山 无论上海官员下令入户消杀的目的 是为内斗还是为官冒 这一招都突破中国人的底线 突然唤醒中国人的文革记忆 让所谓碎禁派都意识到 在中共之下 百姓是没有安全可言的 岁月静好 只是幻梦 中国数字时代收录一篇讨论入户消杀的网文 其中写道 阳性隔离 密接隔离 去方舱 居家不得外出 这些都可以接受 但我们这些普通人实在接受不了 没有阳性证明 就被拉走 半夜家里被撬门 强制要求交出钥匙 一屋子东西泡在消毒液里 这让人陷于深深的恐惧 是安全感的极大丧失 也是精神世界的一种崩塌 会让人想 这样都可以 那还有什么不可以 这些都会失去 还有什么不会失去 我还有什么是我掌控的 是被保护的呢 微博上有人写道 交出钥匙 可能是我今年听过最恐怖的话了 交与不交 没有任何选择的余地 把自己家的钥匙交出去 就意味着 你屋子里任何你生活中重要的东西 你自己的珍宝 你的宠物都会被人像对待毒垃圾一样 随意处置消杀 一场消杀足以毁掉你的记忆 把你生活的痕迹抹掉 交出钥匙 无疑交出灵魂 消息说 江苏省也开始实施入户消杀 未来其他省份很可能也会跟进 中共对海外影视作品设置严苛审查红线 不过迪士尼执行长查佩克 在本周的财报会议上表示 即使没有中国 也不会妨碍我们的成功 自2019年复仇者联盟终局之战 和今年2月份的尼罗河谋杀案以后 中国就没有引进过漫威及迪士尼的电影 特别是漫威最新的奇异博士2 因为电影中出现大纪元时报报箱 没能获准进入中国市场 然而查佩克提到 即使没有中国市场 奇异博士在上映不到一周的时间内 就突破了5亿美元票房 他说值得注意的是 我认为在电影与中国上映 遇到一些困难的时候 奇异博士的表现非常出色 所以即使没有中国 我们也非常有信心 就算我们仍然难以在中国上映 考虑到中国票房比世界其他地区的票房都低 这并不会真正妨碍我们成功 5月12日香港编程青年和多个团体 在台湾立法院举行记者会 声援被港府拘捕的荣修主教陈日军 及612人道志愿基金信托人 呼吁台湾政府能够给予香港民主运动人士政治庇护 据自由亚洲电台报道 香港编程青年秘书长冯兆天指出 新任中共傀儡特首唯一的工作 就是确保香港不会再有民主自由 不断进一步打压异己 而异己就是我们每一个香港人 冯兆天表示 中共在612的前一个月 开始逮捕612基金会成员 就是希望提前一个月发出恐吓 让人们不再勇敢的发声 他说即便当前香港公民社会的空间日渐减少 但香港人不会轻言放弃 仍会在这个夹缝中持续抗争 中央研究院副研究员吴瑞仁说 我也想利用这个机会向政府 以及台湾社会呼吁 我们应该再一次认真思考 给予民主运动的参与者政治庇护的问题 中华民国陆委会副主任邱锤正 9612人道支援基金信托人被捕回应表示 对于一切假国安之名 行迫害人权自由之时的恶行 予以强烈谴责 美国CNN5月12日报道 乌克兰国防部估计 自俄罗斯入侵后 至少偷走乌克兰40万吨粮食 幸好乌克兰方面快速取得第一手情报 近期顺利结获一批被盗粮食 报道指乌克兰网媒也证实 克里米亚西南岸的港湾塞瓦斯托布尔 3月份和4月份的谷物出口量 急剧增加至10万吨 而克里米亚被俄罗斯占领后 小麦产量一直很少 研判激增的出口谷物 是俄军从乌克兰北部抢来的 报道还提到 近期有三艘货船载着被盗鼓物离开乌克兰 其中一艘船名叫做马特罗斯波茨尼奇 这艘船刻意躲避追踪 4月27日在克里米亚海岸抛锚后 就关闭了接收器 但第二天就被卫星拍到 停靠在克里米亚的塞瓦斯托布尔港 估计船上装载了3万吨偷来的乌克兰小麦 这艘船打算前往埃及亚历山大港 结果被乌克兰发现后 埃及拒绝该船靠岸 之后这艘船被迫前往黎巴嫩首都贝鲁特 也被拒之门外 5月5日 马特罗斯波茨尼奇再次关闭接收器 但还是被卫星抓包 海事公报主编米哈伊尔·沃伊坚科判断 这艘船可能在叙利亚 把古物转到另一艘船上来掩盖其来源 而这就是走私的证据 以上就是今天的节目内容 在今天的节目中我们提到非必要不 这个中共新造的口袋最巨型 有网友甚至说出了非必要不出声 正如网上最近热传的一段视频 一位说话文雅的男士和风魔的大白的对话 一句我们是最后一代 谢谢 为这个风魔的时代画上了完美的句号 但如中国大陆人权律师张雪忠说的 我们是最后一代 谢谢 这句极富悲剧意味的话 表达的是一种最深刻的绝望 说话的人宣布了一个生物学意义的决定 我们不会繁衍后代 这个决定的背后是一个心理学和存在论意义上的判断 我们被剥夺了值得向往的未来 可以说这句话是一个年轻人对他所处的时代 可能做出的最强烈的控诉 是啊 你强制清明也好 入室消杀也罢 身处中国 我们可能是无力反抗的韭菜 或许也即将成为被捆住手脚的奴隶 我们没有为下一代子孙争取自由的能力 那么就让痛苦在我们这里结束吧 有网友把这件事和铁链女联系起来 给出一副对联 求横批 上联是 这个世界不要暗 下联是 这是我们最后一代 对于今天的节目 您有什么看法呢 欢迎在留言区说一说 记得订阅希望之声TV 我们下期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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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打开